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尤其是很多年前的那个写作风格或者是流动态的风格都非常不一样 我们也已经忘了当时写的时候 所以今天我们要互相来读多年前发的动态 我给NJ看的是就以前用的微信会发的朋友圈 我真的很多 有点屁事 我已经发现了 然后NJ给我看的是她所有的微博 那我先开始吧 2013年3月5号 第一条微信朋友圈 R6号 翘课都翘错了 下次重唱 妈你听不懂解释 这个R是大铃发你知道吗 就是R了 就是哇靠这个意思 为理想而痛苦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 看她终成笑谈 大家感受出来我们之间的这个人间的参差 2013年5月13日 怎么了 我又说什么了 你的脑洞大便和小便是好兄弟 有一天大便过马路被撞死了 剩下小便 伤心的妆 我好像他变了 我笑的妆都化了我刚补过的 这个好好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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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音感好好笑 这是我听来的 我现在还在讲这个笑话 2016年12月7号 我心目中的No.1 永远是西皮有机菜市场 Whole Foods 港珍 有格调的咖啡厅 捧杯书 买杯咖啡就能去 阳光明媚的公园 有个下午就能去 但是去Whole Foods买菜买肉的 毕竟是真正热爱生活 又会生活的好青年 昨天看到一个帅哥 绝着屁奴在那里挑火腿 那专注认真的神情 真的迷倒我 大家知道以后 如何让NG迷倒你 今天你的屁股挑火腿 而且在Whole Foods也挑火腿 买了起了火腿 讲究火腿之量 毕竟讲究生活质量 make sense 你老师上的这么诡异 这有一个视频 我来看一下 今天我录了一个很酷的视频 这事然没有剪辑好 我今天再给你们看咯 这傻玩意 我都会拿着今日最佳 2013年8月28日 肉多就活该热嘛 这呀 还有一个Laurie的提问 2013年8月23日 又给我两月生活费一起打 第二月怎么活 对呀对不对 真实的 真实的 接下来放我的朋友圈 放我微博 2014年9月5号 发了个自拍 你那时候刚过生日 哈哈哈哈 现在的心情 简直美得飞起 哈哈哈哈 然后把了一双那种 不要 就是当年 就是你会用美图秀秀的那个 笔把你背脊给模糊的那种自拍 Oh my god 然后你还戴了眼镜 我很喜欢戴眼镜的人 对 大家都说我戴眼镜AV化妆 有一天 2018年也是5月27号吧 你发了你跟你教练的聊天截图 我教练 健身教练 OK 你为什么这么慌张 哈哈哈哈 因为我不记得我有 我不记得我有教练 你就是我 哈哈哈哈 是吧 tell me first 妹 你说我60公斤的教练 教练说厉害了 之前是多少来着 你说我不知道啊 他说54公斤 你说但是有段时间是50 51这样 哦哦哦教练说 我 然后你说那还好 胖了6公斤而已 然后教练发了一个 三个八块 还好 醒醒 希望镜头前的每一个小孩 都有这种心态 对 还好 我放了6公斤而已 小舅舅给我寄了一箱大闸蟹 煮了薯 总共有10只 我一个人也吃得了 但我还是宁愿 我吃三只 我爸吃三只 我妈吃三只 我带狗吃一只 一只什么小学应用题 你比我还留学长 但这个point在于 我一个人也吃得了 2015年11月7号 我当时过微博也一天发好几条呢 哎呦 我觉得还挺感动的 就是因为你当时估计是刚到美国 他说 这座城市很美 但我还是想家 想朋友 想真正关心我的人们 in america 这是我照的 这是你照的 照头了 阿姨 阿姨还在 我当时就是每天要坐那个缆车 倒车 然后每天坐那个缆车的时候 就能看到这个 这个风景 但是就是觉得心里蛮孤独的 就是那回事 但是我从来都没有跟我爸妈说过 我来看多么的弱小不住 但是我第一年真的是哭着 在眼泪里面度过了我的第一年 我还开始给我爸妈写信那块 2018年10月3号 我要吃掉多少只大闸蟹 才能修成正果 你要修成熟果 因为我超级喜欢吃大闸蟹 但是我觉得就是太多大闸蟹 吃三只 我觉得超级多的大闸蟹 仅为我的口腹之欲 牺牲了他们的生命 你就跟我小时候 就是那个农村的 就是杀猪的时候 就是一样的吗 我会给那些猪起名字 过年的时候杀猪 我特别的伤心 就天天他们尖叫 杀猪菜上桌的时候 我就会一边哭一边吃 就是还是会吃了 你知道吃了 但是那时候我操家里的求救了 就是为了我们的新年 所以我能理解你的心 你会给大闸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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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6月10日 刚路过尖山街大排档 突然就想吃一串鱼豆腐 年轻的男老板说 不用给钱了 有个伙计就逗我说 他看上我了 在这种紧张 尴尬 不知所措 令人窘迫的时刻 我悠悠地回了剧 那能再给我一串吗 不是 那我本来当时 对我很难有人看上 我当时就觉得 我的梦想实现 臭豆腐店的老板 看上我 我以后有无限的 周豆腐吃 从此所看到的一瞬间 我实际上最幸福的你说 再给你串 我天天来看你老板 你真的什么东西都要发朋友去 2013年5月29号下午1点16分 我需要找个地方上厕所 自调配博 只有一个叫做赵哥的人 给你点了赞 2013年5月18日 cupcake的烦恼 就是吃着吃着 发现cup少了一半 就是那个时候 我吃那种带包装的 我就是会吃完之后 发现包装只剩一半 为什么呢 等我吃了 这不是很正常吗 难道只有我吗 不是吃煎饼的时候也会发生吗 你砍着砍着就会发现你憋傻 你不会吗 不会 你的肚子里都是过水 你的肚子里都是死了 哇你这个太美了 2021年的这个 保安大哥见我惊呼 哇塞 你一个牛仔 哇但是你这个头发 哪有了 而是那个超级卷的那头发 对 那次是给Smil拍 拍拍东西 好适合你 2013年4月26号 我觉得我现在光肚子 就有20斤 我好美食啊 我就是 那你心态挺好啊 你发出来 然后大家就会觉得 我就是会嘲笑自己的痛苦呀 你是知道的 2018年6月20号 顺便问一下 上海看关节哪家强 谢谢大家 大家运动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保护好自己 就当我是前车之鉴了 祝大家身体健康 你一个人在这互动挺开心 你也不需要刷评论 看哪家强 谢谢大家 2016年12月31号 我跨年在墨尔本 新年快乐 感叹感叹感叹 生命要像烟花一样绚烂 这挺美的呀 我觉得 你看就是跟你比起来 我就一点深度都没有 2013年73号 街上街开三味臭豆腐了 再也不用乔林匹克吃了 老泪纵横 我要举雨伞 站在大树下求被批 目前看来只有这一个方法 能让所有科全都过去 全都过去 就是你不想考试的吗 anyways 希望你们看这个视频 拍得开心 I'm shocked 我那会很难不笑吧 我自己印象中的 以前的我是 那样的 其实我是那样的 很可爱 好可爱啊 其实我发朋友圈 到后来 就已经没有人理会了 大家这个人又发 上厕所也要发 每天不是吃就是上厕所 突然好像找到了为什么我从来没有早恋过的原因 我觉得我后来做国主肯定有很多当时看我朋友圈的人说 那个最会讲废话的人竟然活了 竟然靠讲废话活了 现在就快没电了 我们要开始现在已经凌晨四点了 大家看到我们这么辛苦的份上 给这个视频一个三连 谢谢大家 看现在一个笑的花仁是色 我们再见 爱彼此爱你们 拜拜 Love you so much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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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zu bizu 阿威 Bye bye W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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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e bye